对线蓝龄王想要不被抓就一定要懂得利用队友和地形来判断他的位置 注意看辅助头上的标亮了 那就说明蓝龄王是在这一个位置 但我身边有辅助给我挡着 他这一波最稳定击杀我的办法 那肯定就是走过来和我贴脸 所以我们等他一会儿 直接开大 二技能吹脚下闪现拉开 一个大招直接抬走 注意看蓝龄王是在下落带线的 我们记得他的位置就好 我们继续来中路墩 这里我走出去的时候亚连过来了 那我们就刚好配合队友给他打掉 对面的位置太靠后了 我们没办法第一时间接上去 那我们就往回侧 然后李白这里突上去的时候就给对面给打掉了 然后我就想卡个视野 看能不能先把这个马可打掉 但他没从我这里过来 一技能也没给中他 这里等他要摸到我们的时候直接开大加速 记得前面蓝龄王是在下落带线的 那他这里很有可能会包过来 头上的飙亮了 技能先别给 利用回响炸出他的位置 但我身边这一面墙太厚了 他过不来 那他肯定会往这里走 我们假装过去 立马二技能吹起来 闪现拉开 一个一技能直接拿下 比赛 财 比赛 感谢观看